在四篇132篇 我们要用一个主题 叫做心的角度 这段四篇里面记载 台北是一个合地兄弟心意的人 这样说不是台北 都完全没有犯罪 都没有缘续 是因为他知道 犯罪来警衛兄弟 当台北将欲贵 台北回到室安生的时候 他在那里欢喜 感谢 快乐 在那里跳舞 他在那里敬拜 专业的兄弟 台北的一生 他知道 要为了邀罪兄弟 来去做兄弟 不然是他自己做一个王 站在一个很漂亮的家 这样来着 兄弟 不是住在人的手术去的家 总是需要让人民 有一个所在来 敬拜兄弟 所以他就在那里 丢逼所有的 木材 金 人 丁丁这些材料 圣经记载说 因为台北是一个建树 修台的人 老很多人的会 兄弟不爱 来去做圣殿 总是对兄弟 有一个角度 他就欢喜来比方 这些东西 让他会驾驭 苏罗门王 来祈祷 邀网上帝 圣殿 这次在我们的 生命中间 我们有时 相相亲 相对 台北的一样 我们的心 比较不上帝 他要求求上帝 所以我们 要欢喜 滑出上帝 欢喜 的生命 与我们的生活 亲自台北 在他的一生里面 他专用 为了上帝的欲规 可以提高 在 室安的地方 他在那里 为了上帝 在那里做准备 那些日子 让我们成为基督导 在我们的生命 的过程里面 也亲自台北 一样 为了上帝 的教会 我们欢喜 来博世 为了上帝 的教会 的欲望 我们欢喜 在那里 奉献 为了我们的心灵 靠不上帝 来到 他的面前 这就 我们每一个 主席的敬拜 可以亲自 跟我们的主 三度 在那里中间 让我们 经历 平安 相对 之后 以所 所属 在那里中间